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的发展其实不可避免的对环境造成破坏 那么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盛行 我们看到绿色建筑的概念开始兴起 将绿植还有高层建筑区相结合 有助于解决空气污染还有城市的绿色生态化的难题 位于意大利米兰的垂直森林正是这种新建筑模式的代表 米兰垂直森林项目在2014年建成 位于该市伊佐拉区 住宅项目的两栋楼分别高76米和110米 楼体外的混凝土阳台相互错裂 两栋建筑共种植800棵桥木 4500棵灌木和约15000株草本植物 相当于将森林种在高楼上 垂直森林也因此得名 设计师博埃里告诉我们 垂直森林在立体空间层面增加绿化 而不增加使用土地 植物可吸收灰尘和二氧化碳 降低噪音污染 灌溉水源则由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提供 我们获准进入其中一间公寓 在它的阳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植物 层次分明高低不同 即使有阳光直射也没有感觉到太晒或太热 为了将植物很好的与建筑融为一体 设计师们在综合考虑美观安全造价等因素的同时 根据植物的自然属性将其安排在高楼的不同位置 力求每棵植物甚至每条枝干都以最好的方式生长 两栋建筑中每户都有种满植物的阳台 绿色植被取代了玻璃幕墙 调节室内外的热量流动 夏天时植物茂盛 创造阴凉 降低室内温度 冬天时枝叶稀疏 则可以让更多阳光穿透减少照明 供暖等能源消耗 据了解两栋建筑上的垂直绿化相当于在城市中安插了一片森林 让这里的空气更湿润 氧气含量更高 经过几年的运作 这里已经自成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 中文字幕提供